在福特成功之前,有很多汽车制造商都比他有实力的多,但他们当中破产的人也很多。 人被创造出来是有目的的,一个人不是在计划成功,就是在计划失败,这是我一生的心得。 我似乎从不缺少隐形,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要成为最富有的人,就一直是我冲动着的报复与梦想。 这对一个穷小子来说好像有些过大,但我认为目标必须伟大才行,因为想要有成就必须有刺激,伟大的目标能使你发挥全部的力量,也才会有刺激。 失去刺激,也就等于没有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你向前。 不要做小计划,因为它不能激励心灵,我经常这样提醒自己。 当然,成为伟大的机会并不像湍急的尼加拉瓜大腹部那样倾斜而下,而是慢慢的一次一滴。 伟大与接近伟大之间的差异就是领悟到, 如果你期望伟大,你必须每天朝着目标努力。 但对于一个穷小子而言,如何才能将这个伟大的梦想变成可触摸的现实呢? 难道去靠努力为别人工作来实现它吗? 这是个愚蠢的注意。 我相信为自己勤奋会致富,但不相信努力为别人工作就一定成功。 在我住进百万富翁大街前,我就发现,在我身边很多穷人都是工作最努力的人。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不管雇员努力与否,替老板工作而变得富有的人少之又少。 替老板工作所得的薪金,只能在合理预期的情况下让雇员活下去。 尽管雇员可能会赚到不少钱,但变得富有却很难。 我一直是努力工作定会致富为谎言,从不把为别人工作当作积累客观财富和上策。 相反,我非常笃心为自己工作才能富有。 我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忠于我的伟大梦想和为实现这一梦想而不断达成的各个目标。 在我离开学校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要到一流的公司去,要成为一流的职员,因为一流的公司会给我一流的历练,塑造我一流的能力, 让我长到一流的见识,还会让我赚到一笔丰厚的薪金,那是开创我未来事业的资本。 而这一切无疑是我冲向成功之路的最坚实的基石。 当然,在大公司做事能让我以大公司的方式思考问题,这点很重要。 所以,我仰慕大公司,我要去的是高知名度企业。 这注定要让我吃些苦头,我先到了一家银行,很不走运,被拒绝了。 我又去了一家铁路公司,结果仍是信心而归。 当时的天气似乎也要跟我作对,酷热难耐。 而我不过一切,继续不停地寻找。 那段日子寻找工作成了我唯一的职业。 每天早上八点,尽我所能地把自己打扮一番,就离开筑地开始新一轮的预约面试。 一连几个星期,我把列入名单的公司跑了一遍,结果仍一无所获。 这看起来很糟,不是吗?但没人能阻止你前进的道路。 阻碍你前进最大的人就是你自己,你是唯一永久能坐下去的人。 我告诫自己,如果你不想让别人偷走你的梦想,那你就在被挫折击倒后立即站起来。 我没有沮丧,气馁,连续的挫折反而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我又静止从头开始,一家一家地跑,有几家公司甚至让我跑了两三次。 上帝终尾将我抛弃,这场不屈不挠的求职之旅,终于在六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结束了。 1855年9月26日,我被休伊特塔特尔公司雇佣。 这一天似乎决定了我未来的一切,直到今天没当我问起自己,要是没有得到那份工作会怎么样时,我常常会浑身站斗不停。 因为我知道,那份工作都给我带来了什么,失去它,我又将如何。 所以,我一生都把9月26日当作重生日来庆祝,对这一天抱有的情感远胜过我的生日。 写到这儿,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人在功能上就像是一部脚踏车,除非你向上向前朝着目标移动,否则你就会摇晃跌倒。 三年后,我带着超越常人的能力与自信,离开了休伊特塔特尔公司。 与克拉克先生合伙创办克拉克·洛克菲勒公司,开始了为自己工作的历史。 愚蠢的努力工作很可能在百万辛苦之后,仍一无所获。 但是,如果将替老板努力工作视为助就有朝一日为自己效劳的阶梯,那无疑就是创造财富的开始。 给自己当老板的感觉真是棒极了,简直无以言表。 当然,我不能总沉浸在年方十八岁就寄身贸易代理商行列的得意之中。 我告诫自己,你的前程就细于一千天过去的日子,你的人生终点是全美首富,你距离那里还很远很远,你要继续为自己努力。 做最富有的人是我努力的依据和鞭策自己的力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一直是追求卓越的信徒。 我最常激励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对我来说,第二名跟最后一名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你理解了它,你就会认为,我以无可争辩的王者身份统治了石油工业,不足为奇。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希望之中,但我更多的是生活在目标的达成之中。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为第一,这也是我设法定出并努力遵守的人生规划。 我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和行动,都忠于我的人生目标,人生规则。 上帝赋予我们聪明的头脑和坚强的肌肉,不是让我们成为失败者,而是让我们成为伟大的赢家的。 二十年前的今天,联邦法院解散了我们那个欢乐的大家庭,但每当想起我创造的成就,我就兴奋不已。 伟大的人生就是征服卓越的过程,我们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不怕痛苦,态度坚决,准备在漫长的道路上跌跤,爱你的父亲。 洛克菲勒加进,十八,冒险才能利用机会。 作者,洛克菲勒,严硕一。 风险越高,收益越大,你拥有的东西越多,力量就越大。 想获胜,必须了解冒险的价值,而且必须有自己创造运气的远见。 1936年11月2日。 亲爱的约翰,明天,也许等不到明天,就有一个人要过上富人生活了。 报上说他叫大卫·莫里斯,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财政总监,费城商业王子罗伯特·莫里斯先生同性。 他刚刚在赌场上交了好运,赢了一大堆钱,还说他是一位赌场上的高手。 同时,登出了这位赌徒的一句人生格言,好奇才能发现机会,冒险才能利用机会。 你知道,我对适赌的人一向不以为然,但对这位先生却不能不刮目相看。 我甚至相信,以他这等尽于哲学家般的智慧和头脑,如能投身商界,他或许会成为一个职业上的成功者,一个优秀的赌徒了。 我做如此带有欣赏性的假设,并不是说优秀的赌徒就会成为优秀的商人。 事实上,我厌恶那些把商场视为赌场的人,但我不拒绝冒险精神。 因为我懂得一个法则,风险越高,收益越大。 而驰骋伤害,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生活提供给他的最伟大的历险活动。 我的人生轨迹就是一趟丰富的冒险旅程。 如果让我找出哪一次冒险对我最具决定性,最关乎我的未来,那莫过于打入石油工业了。 在投资石油工业前,我们的本行农产品代销,正做得有盛有色。 继续下去,我完全有望成为大中间商。 但这一切让那位安德鲁斯先生改变了。 他是照明方面的专家。 他告诉我,约翰,没有燃烧时发出的光亮比任何照明油都亮。 他必将取代其他的照明油。 想想吧,约翰,那将是多么大的市场。 如果我们的双脚能踩进去,那将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啊? 我拥有的东西越多,力量就越大。 机会来了,放走它不仅仅是金钱,而且是在削弱你在致富竞技场上的力量。 我告诉安德鲁斯,我干,我们投资四千块钱。 对我们来说,那可是一笔大钱,好大一笔钱啊,做起了炼油生意。 钱投下去,我就不去考虑失败。 尽管那个时候,石油在造就许多百万富翁的同时,它也在使更多人沦为穷光蛋。 我一头扎进炼油业,苦心经营,不到一年炼油为我们赢得了超过农产品的利润,成为了公司第一大生意。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是胆量,是冒险精神,为我开通了一条新的生财管道。 当时,没有哪个行业像石油业那样能一夜暴富。 这样的前景大大刺激了我赚大钱的欲望,更让我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大展宏图的机会。 我告诫自己,你一定要紧紧抓住它,它可以把你带到梦想之境。 但我随后大举扩张石油业的经营战略,令我的合伙人科拉克先生大为恼怒。 科拉克是一个无知、自负、软弱、缺乏胆略的人。 他害怕失败,主张采取审慎的经营策略,这与我的经营观念完全背离。 在我眼里,金钱像粪便一样,如果你把它散出去,就可以做很多的事。 但如果你要把它藏起来,它就会臭不可闻。 科拉克不是一个好商人,他不知道金钱的真正价值。 当我们对重要的事情默然以对时,我们的人生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 科拉克已经成为了我成功之路上的绊脚石,我必须踢开他,和他分手。 这是一个重要时刻。 想获胜必须了解冒险的价值,而且必须有自己创造运气的远见。 对我来说,与科拉克先生分手,无疑是一场冒险。 在我决定豁出一切大举进入石油业之前,我必须确信石油不会消失。 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石油是一朵盛开的昙花,难以持久。 我当然希望油园不会枯竭,一旦没有了油园,那些投资将一文不值。 我的下场可能连赌场上的赌徒都不如。 但我收到的信息让我乐观,油园不会消失,是说分手的时候了。 在向科拉克先生摊牌前,我现在私下把安德鲁斯先生拉了过来。 我跟他说,我们要走运了,有一笔大钱在等着我们,那可是一笔大钱啊。 我要宗旨与克拉克兄弟的合作,如果我买下他们的股份,你愿意和我一起干吗? 安德鲁斯没有让我失望。 几天后,我又拉到几家支持我的银行。 那年二月,在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我向科拉克先生提出分手。 尽管他很不情愿,但我去意已决。 最后,我们大家商订把公司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 直到今天,一想起那次拍卖现场的情景,就让我激动不已。 那就感觉就像在赌场上赌钱一样,让人惊心动魄,全身贯注。 那是一场豪赌,我压上去的是金钱,赌出来的却是人生。 公司从五百元开拍,但很快就攀升到几千元,而后又慢慢爬到五万元。 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我对炼油厂的预估价值,但竞拍价格一直在上涨,开始突破六万,又一步一步飙到七万。 这时,我开始恐惧,我担心自己是否能买下这个公司,一个由我亲手缔造的企业,是否出得起那么多钱。 但我很快镇静下来,我闪电般地告诫自己,不要畏惧,既然下了决心,就要勇往直前。 竞争对手报价七万两千元,我毫不迟疑,报价七万两千五百元。 这时,克拉克先生站起来,大喊,我不在家了,约翰,他归你了。 亲爱的约翰,那是决定我一生的时刻,我感受到他超乎寻常的意义。 当然,我为与克拉克先生分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把代理公司的一半股份和七万两千五百元都给了克拉克,但我赢得的却是自由和光辉的未来。 我成了自己的主人,自己的雇主,从此不再担心那些目光短浅的平庸之辈挡我的路。 在我二十一岁时,我就拥有了克里夫兰最大的炼油厂,已经躋身于世界最大炼油商之列。 今天想来,这个每天能吃掉五百桶原油的家伙,是我走向石油霸主之路征服石油王国的利器。 感谢那场竞拍,它是我获得人生成功的开始。 几乎可以确定,安全第一不能让我们致富。 要想获得报酬,总是要接受随之而来的必要的风险。 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没有维持现状这回事,不进则退,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相信,谨慎并非完美的成功之道。 不管我们做什么,乃至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必须在冒险与谨慎之间做出选择。 而有些时候,靠冒险获胜的机会,要比谨慎大得多。 商人都是利润与财富的追逐者,要靠创造资源和取得他人的资源, 甚至逼迫他人让出资源而使自己富有。 所以,冒险是商人征战商场不可或缺的手段。 如果你想知道既冒险而又不招致失败的技巧, 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大胆筹划,小心实施,爱你的父亲。 洛克菲勒加信,十九,侮辱是一种动力。 作者,洛克菲勒,严硕一。 侮辱是测量能力的标识,永远不能让自己的个人偏见妨碍自己成功。 你相信自己,并与自己和谐一致,你就是自己最忠实的伴侣。 1901年2月27日 亲爱的约翰,你与摩根先生谈判时的表现,令我和你的母亲感到惊喜。 我们没有想到你竟然有勇气同那个盛气凌人的华尔街最大的钱袋子对抗。 而且,应对沉稳,言辞得体,不施叫鸟,并彻底控制住了你的对手。 感谢上帝能让我们拥有你这样出色的海钻。 信中,你告诉我说,摩根先生带你粗鲁无礼,是有意想要侮辱你。 我想你是对的。 事实上,他是想报复我,让你带我受毒。 你知道,此次摩根提出要与我结盟,是担心我会对他构成威胁。 我相信他并不情愿与我合作,因为他知道我和他是跑在两条路上的马车,彼此谁都不喜欢谁。 我一见到他那副趾高气扬傲慢无礼的样子就感到恶心。 我想他一见到我,肯定也有叫他不舒服的地方。 但摩根是为商界奇才,他知道我不把华尔街放在眼里,更不惧怕他对我的威胁。 所以他要实现他的野心,统治美国钢铁行业,就必须与我合作。 否则,等待他的就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 善于思考与善于行动的人,都知道必须去除傲慢与偏见,都知道永远不能让自己的个人偏见妨碍自己的成功。 摩根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尽管摩根先生不想通我打交道,但他还是问我,是否可以在标准石油公司总裁办公室与他会面。 在谈判中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一定会捞到好处,所以我告诉摩根,我已经退休了,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在我家中恭候你。 他果真来了,这对他而言显然是有些屈尊,但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当他提出具体问题时,我会说,很抱歉,摩根先生,我退休了。 我想我的儿子约翰会很高兴通你谈那笔交易。 只有傻瓜才看不出来,我这是在公然侵灭摩根,但他很克制。 告诉我,希望你能到他在华尔街的办公室去谈,我答应了。 对他人的报复就是对自己的贡心,摩根先生似乎不懂得这个道理,结果,魏杰心头怒火,反倒让你给控制住了。 但不管怎么说,尽管摩根先生对我公然侮辱他耿耿于怀,但始终将眼睛钉在要达成的目标上,对此我破为欣赏。 我的儿子,我们生长在追求尊严的社会,我知道对于一个热爱尊严的人来说,蒙受侮辱意味着什么。 但在很多时候,不管你是谁,即使是美利坚和中国总统都无力阻止来自他人的侮辱。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是在圣怒中反击捍卫尊严,还是宽容相待,大度化之?还是用其他方式来回应呢? 你或许还记得,我一直珍藏着一张我中学同学的多人合照,那里面没有我,有的只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珍藏着他,更珍藏了拍摄那张照片的情景。 那是一天下午,天气不错,老师告诉我们说,有一位摄影师跑来要拍学生上课时的情景照。 我是赵果相的,但很少,对一个穷苦家的孩子来说,照相是种奢侈。 摄影师刚已出现,我便想象着要被摄入镜头的情景,多点微笑,多点自然,帅帅的。 甚至开始想象,如同报告喜讯一样,回家告诉母亲,妈妈,我照相了,是摄影师拍的,棒极了。 我用一双兴奋的眼睛注视着那位弯腰取景的摄影师,希望他早点把我拉进相机里,但我失望了。 那个摄影师好像是个唯美主义者,他直起身,用手指着我,对我的老师说, 你能让那位学生离开他的座位吗?他的穿戴实在是太寒酸了。 我是个弱小的还要亲密于老师的学生,我无力抗争,我只能默默地站起身,为那些穿戴整齐的富家子弟制造美景。 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我的脸在发热,但我没有动怒,也没有自挨自怜,更没有暗怨我的父母为什么不让我穿得体面些。 事实上,他们为我能受到良好教育,已经竭尽全力了。 看着在那位摄影师调动下的拍摄场面,我在心底攥紧了双拳,向自己郑重发誓。 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让摄影师给你照相算得了什么,让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给你画像才是你的骄傲。 我的儿子,我那时的誓言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我眼里,侮辱一词的词意已经转换,它不再是剥夺我尊严的利润,而是一股强大的动力,如同排山倒海催我奋进,催我去追求一切美好的东西。 如果说那个摄影师把一个穷孩子激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似乎并不过分。 每个人都有享受掌声与喝彩的时候,那或者是在肯定我们的成就,或者是在肯定我们的品质、人格与道德。 也有遭受攻击的侮辱的时候,除去恶意,我想我们之所以会遭受侮辱,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欠佳。 这种能力可能与做人有关,也可能与做事有关,总之不构成他人的尊重。 所以,我想说,蒙辱不是件坏事,如果你是一个知道冷静反思的人,或许就会认为侮辱是测量能力的标识。 但是,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知道任何轻微的侮辱都可能伤及尊严,但是尊严不是天赐的,也不是别人给予的,是你自己缔造的。 尊严是你自己享用的精神产品,每个人的尊严都属于他自己。 你自己认为自己有尊严,你就有尊严。 所以,如果有人伤害你的感情,你的尊严,你要不为所动。 你不死守你的尊严,就没有人能伤害你。 我的儿子啊,你与你自己的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开始,当你相信自己,并与自己和谐一致,你就是自己最忠实的伴侣。 也只有如此,你才能做到宠辱不惊。 爱你的父亲。 洛克菲勒加信,二十,用实力让对手恐惧。 作者,洛克菲勒,严硕迪。 越是认为自己行,你就会变得越高明。 当涉及金钱的时候,绝对不要先提金额。 在做生意时,你绝对不能想把钱赚得一杆二斤,要留一点钱给别人赚。 1901年2月27日。 亲爱的约翰,今晚我会晤了调解人亨利·弗兰克先生。 我告诉他,正像我的儿子告诉摩根先生的那样,我并不急于卖掉联合矿业公司。 但有像你所猜测的一样,我从来不阻止建立任何有价值的企业。 但是,我坚决反对买主居高临下,定下企图将我们排斥在外的价格。 我宁可血战到底,也不会做这样的生意。 我请弗里克先生转告摩根先生,他想错了。 约翰,看来你还得同摩根先生继续打交道,尽管你讨厌那个家伙。 所以,我想给你一些建议,让那个不可一世的家伙知道什么是我行我素的恶果。 儿子,很多人都犯有同样一个错误,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实,不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譬如经营石油、地产、做钢铁生意,还是做总裁、做雇员,都是在从事一个行业,那就是跟人打交道的行业。 谈判更是如此,与你开战的不是那桩生意,而是人。 所以,真实了解自己,了解对手,是保证你在决胜中取得大胜的前提。 你需要知道,准备是游戏心理的一部分,你必须知己知彼。 如果你要拥有实质性的优势,你必须知道。 第一,整体环境,市场状况如何,景气状况如何。 第二,你的资源,你有哪些优势和劣势,你有哪些资本。 第三,对手的资源,对手的资产状况如何,它的优势劣势在哪里。 在任何竞争中,谋划大策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了解对手的优势。 第四,你的目标和态度。 太阳神阿波罗的座右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人贵自知。 你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什么目标,实现目标的决心有多坚决。 认为自己像个赢家,还是怀疑自己。 在精神与态度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约翰,你要记住我的一句话。 越是认为自己行,你就会变得越高明,积极的心态会创造成功。 第五,对手的目标和态度。 要尽量判断对手的目标,同样重要的是,要设法深入对手的内心,了解他的想法的感觉。 毫无疑问,最后这条预测和了解对手是最难实现和利用的,但你要去力争实现。 那些伟大的军事将领大多有一个习惯,他们总是尽力了解对手的性格和习惯,以此来判断对手可能做出的选择和行动方向。 在所有的竞争活动中,能够了解对手和竞争者也总是很有功效。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预测对手的动向。 主动预期性的措施几乎总比被动反应有效,且更有力量。 俗话说,预防胜于治疗,就是这个道理。 在有些时候,你竞争对手可能是你熟知的人,那你就要多利用这个优势。 如果你了解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或许你自己最好也要小心一点。 如果你觉得他总是很冲动,或许这是在暗示你,要大刀阔斧,否则你就可能被他逼上绝路。 但是,你不必与对手熟识,也能了解他们。 只要你能明察秋毫,在谈判桌上,你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善于谈判的人,应该要能观察一切。 你甚至不必等到开始走出第一步,才开始了解对手。 我们说的话,可能会透露或掩饰自己的心意。 但是,